肠道不通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,尤其是饮食不当,是引起肠道不通的常见原因,肠道不通的原因有很多,像这种情况最重要的,还是要做好清肠道的处理,清肠方法多种都要,但是清肠真的有效果吗?是力大于害,还是害大于力?详细了解,扩度清肠的几大危害? 肠道均群失调,肠道是个相对稳定的内环境,在这个环境内,各种微生物保持着相对平衡状态,频繁洗肠,洗肠液就会破坏这种平衡,导致很多疾病的产生,而破坏肠道屏障,肠道内粘液是第一道屏障,细菌是第二道屏障,洗肠液不仅会平衡均群失调,还会破坏粘液屏障, 造成肠道中性菌和有害菌侵犯肠道组织,甚至还会越过屏障,侵犯肠外组织 三,部分微生素缺乏,食物残渣在大肠内细菌作用下,可以合成微生素B族和微生素K,被人体吸收利用,长期洗肠就等同于长期使用肠道抗疫菌料物,引起微生素B族和微生素K缺乏 四,随害体质,前面讲过,只有大肠血火,才可以适当使用泄剂来清肠,但如果是个虚寒体质的人,过度去清肠,就会越清越含,越泄越虚,有些肥胖者是因为脾虚造成的,这个时候,我们不分阴阳表里,含热虚实,一味去清,就起不到减肥的作用 五,破坏肠道神经,市售的很多这方面的保健茶,都含有分阔类化合物,长期使用就会破坏肠壁神经,引起黑肠变,导致肠功能瘫痪 六,引起便秘,喜肠是会导致排便感受器敏感度下降,打乱排便生物中,使排便反射系统协制,日久就会造成我们没有变异,不会排便,导致回忽性便秘 适量清肠的几大好处 清肠胃,清肠可以让每天被塞满油腻食物,垃圾食品的肠胃休息一下,使肠胃进空,减轻肠道负担 二,消除口臭,肠道有害物质的囤积会引发口臭,清肠可以将肠道有害物质排出体外,消除口臭诱因 三,预防疾病,肠道毒素累积,容易用发心脑血管疾病,肠道疾病等,清肠能够将毒素排出体外,预防疾病的发生 四,保健养生,经常有利于调节免疫系统和促进新陈代谢,既可消除自体中毒,又可减轻其他排泄器官的负担,恢复大脑清醒和灵敏性,解除疲劳 五,预防肥胖,清除肠道有害物质,保持良好的肠道功能,使代谢平衡,减少脂肪的堆积 六,调节心情,清肠后,身体轻盈了,会感觉肠快清爽,清肠有益于消除焦躁不安情绪,令身心开朗 几个有经常排毒的两种茶饮,绝明和叶茶,绝明子三克,和叶两克,精皮一克,脖子仁一克 将材料混合后,一起放到茶壶中,加温水冲泡十分钟,每天一击即可 作用,绝明子具有清热迷目,热肠减肥的作用 和叶则可以清除沥湿,致血气浮中,生发清肠 此茶非常适合肠道蠕动较慢的人,尤其是节食减肥者 素变容易积在体内,可以用此茶来清肠排毒 二桃里清肠茶,桃仁三十个,李仁三十个,冰糖适量 桃仁和李仁放入锅中,用小火翻炒出香味,然后再磨成粉末 将粉末平均分成十份,每分一小颗冰糖,每次取一小袋用沸水冲泡 焖二十分钟后即可饮用 作用,桃仁具有活血区域,热肠通便,只可贫穿的功效 可用于金币痛经,肠造便秘,咳嗽气喘等症者 令人性贫,胃苦,肝,又润肺化肠 下气沥水的功效,可以改善大肠气质,噪色不通,小便不利,大腹水肿等症状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